记者彭建立苗栗报道,苗栗县前县长刘正宏日前放话不排除参选下届苗栗县长,冲击国民党下届苗栗县长选情。 县长徐耀昌在国民党副主席见秘书长曾永泉、中常委林荣德及立委陈超明、徐志荣等人出席下, 于今天上午在县党部服选汇报中,向前县长刘正宏口头致歉,并肯定刘过去对苗栗的建设贡献, 但因中央才化法不公,才知是苗县财政危机,徐并以小老弟的身份,请老大哥刘正宏见谅。 徐耀昌受访表示,刘正宏算是政贪大佬,对于过去言语上,有不尽之处,他很慎重地给予致歉。 他也坦言,过去在财政非常困难时,确实有些微词,如今财政渐区稳定,更应携手合作,策立未来。 徐耀昌在汇报中指出,对于刘正宏放话参选,他给予高度尊重,但他认为可能掺杂了外界因素。 徐说,国民党没有分裂的本钱,如今中央执政党的施政也法善可陈,让人错愕,国民党更应携手合作,相认为党, 并表示,刘正宏卸任后,留下600多亿负债,不尽然都是他的问题,是因财化法不公,才致此缺憾。 徐耀昌说,刘正宏在县长任内,完成苗县500件重大建设,包括交通九宫阁的网路建设,增设高铁苗栗站,中山高头屋,铜锣交流道僻建,七大场馆兴建等,教育部分, 也设置新港国中校双域学校,推动免费营养午餐,课后留校等。 徐耀昌说,以他目前任县长,透过前瞻计划向中央争取37亿多元,县府就需负担4亿6千万元的配合款, 更遑论刘正宏对苗县推行的建设中,约有一千多亿元使他任力为实,协助向中央争取, 但县府也须知应相当地方配合款,他还请刘正宏老大哥,能对他小老弟见谅,当家才知当家苦。 陈超明也替徐耀昌缓甲说,任何人遇上,难免会有情绪性,不得体的反应, 他也请刘正宏能接受徐耀昌的正式道歉,兄弟把手言欢,共同为苗栗大判。 徐志荣也说明,苗栗县在刘正宏任内,创造了2393亿余元的税收, 但上缴中央政府后,却只分配到303亿余元的中央统筹分配税款, 连13%都不到,但创税不如苗栗的嘉义、平东、台东、澎湖等县市, 却分得比苗栗还多,这才是早成苗县财政收支严重断差的主因。 曾永泉则赞许刘正宏是五星级的县长, 并指出,苗栗县在刘正宏,需要昌接续努力下, 从农业县脱胎换骨成为观光大县, 呼吁国民党同志团结,继续为苗栗服务, 奉献,在年底五合一选举,让当选极大化。 准备的主因之外, 出动硬性用选与给 ع农与的经浙与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